台湾的新宇航空成功的挂牌 写下IPO市场多项记录 上市第一天收盘涨幅就高达了53% 张国伟表示 新宇航空一路走来风风雨雨 不畏艰难 他还说明了下一步计划 新宇航空迎来正式挂牌上市 挂牌价每股20元 早盘以25.95元开出 蜜月行情火热 以30.75元作收 涨幅超过53% 即便上市当天遇上风雨 董事长张国伟笑称 如同新宇一路走来一样 一路走来 风风雨就像外面的风雨一样 可是我们一直都不会艰难 我们刚才是不会艰难的从外面 就这样走进来了 所以代表今天的写照 就代表我们一路的进程 虽然沿路风雨交加 我们还是屹立不了 然后面不改色的 非常不要脸的就走进来了 这个代表我们台湾人的任性 新宇航空成功挂牌 写下IPO市场多项记录 不仅是近十年上市公司资本额第一高 上市前近拍74.4亿刷新记录 公开申购受到青睐程度前所未有 超过百万笔的申购 中签率只有2.48% 就连粉丝都抱怨太难抢 至于这次很抱歉 因为其实我个人当初也没有想到反应这么的热烈 所以我知道很多支持我们新宇航空的同仁 没有办法有在这次机会有参与到 陆续还是会有很多争执的机会 那陆续的政治来讲 大家到时候还是会有机会 表示上市是新宇重要里程碑 张国伟透露下一阶段扩张计划 原有航点增搬下开设欧洲航线 预估将5架货机选择权转为确认订单 以及初步还有10架长城线飞机需求 并相当看好中转市场 现在因为供应员的问题 其实东南亚对美国的这个需求 比以往我觉得会更大 不管在货运或在客运部分 所以我们陆续的也开始会介入货运市场 所以我们初期已经有 在今年初已经签了5架的350货机 是否加入国际机队联盟 也是心与民关心的事情 不过K董说联盟不是唯一策略 搞不好加入华航所在的天河联盟 或是长荣所属的星空联盟 但也未必非加入不可 留个悬念给外界猜想 星藤也在电视 林玉堂 曾心敏 台湾台北采访报道